取一返商,之前在那个黑名单筛选里面 各位应该还有印象吧 我们也用到一个叫做 就是Autofilter 这个蛮好用 Autofilter实际上就是拿来做查询 查询什么呢? 这边有个Autofilter 查询什么? 查询哪一栏 所以它两个条,一个哪一栏 查询什么资料 所以两个给它,哪一栏什么资料 然后呢,找到的资料再把它copy到 你要放的那个位置 所以其实这两行大概就足够了 OK,如果你要把它恢复的话 记得就再点一下Autofilter 让它恢复 就OK 所以我这边举个例子 我们假设吧 把刚刚的方法 其实刚刚的方法已经算蛮简单的 但是刚刚的方法有个缺点 就是如果你资料量大的时候 它会跑得比较久 相对的效率 比较没有那么的好 所以如果说你假如 希望跑的效率很快的话 那其实我还蛮推荐 你可以用刚刚讲的Autofilter加点copy Autofilter指的就是筛选 前面讲过嘛 就是游标放A1 然后你可以把它做资料里面的筛选 筛选的话就是找到的资料 那它哪一般,一般还是二般还是三般 那这个讯息其实可以跟H2做比对 如果一般 然后就把这个一般的资料 当然不包含A缆嘛 就是B2到E12的资料 call到G5的位置 然后最后记得还要再把Autofilter给恢复 恢复的话就是在Autofilter 后面不要加参数它就恢复了 那这个部分的话怎么写 这个我已经有把它写出一个 12般按筛选 这样 三般筛选 只是它跟这个差别 它这个会闪动一下 因为我们这边实际上也会有筛选 所以如果你假如不要让它闪动的话 我刚刚有讲过 你可以把Screen Updating关闭 就不会有闪动的感觉 那写的方法的话 第一个我们一样就是开发人员里面 在这边多增加一个筛选 程式的话基本上就是四行 甚至比刚刚还更简单 那第一行是清除旧资料 这个跟前面一样 然后这边是跑一个回圈 那这边的话实际上就是主要是这两行 这行是关闭筛选 所以写的方法的话 第一个我们一样就是说 在这边底下 多加一个叫班级底线筛选 再来的话怎么筛选 筛选的话 一般我们是给它范围 所以这个范围是A1到E12 所以我刚刚讲范围 Range 然后呢 刮弧A1 这个到E12 它点AutoFilter 它这边AutoFilter会自动出现AU 查哪一栏? 我要查A栏就D栏 然后逗点 查什么条件 条件都要在这里下拉清单 所以这个条件 那因为是固定的位置 所以我习惯用Range Range的哪一个储存格 H2 你去帮我查查看 OK 那它查到之后呢 这边就会只留下一般的 那我们就把B栏到E栏 第一列不要 第二列到12列的资料 call到G5的储存格 所以写的方法的话 我习惯是这样 习惯是把这个call过来 把这边改一下 从B2 B就第二栏 的第二列开始 然后copy的话 就点什么 点copy就可以了 这个其实之前黑名单猜眼里面有 call到哪里呢 call到这里 只要给它头就可以了 它会自动填满 OK 所以call到G5 那G5的话 一样 跟他讲说Range 刮弧 然后G5 然后这样子的话 基本上就写完了 OK 其实主要就是这两个 后面的话一般习惯是因为 如果你有Auto Filter 它变成它的状态 会是筛选状态 所以如果你假设 这样的筛选 假设比如说你这边筛选 如果你假如没有把它恢复的话 它会变成卡住 变成像这样子 这样怪怪的 所以你必须把它恢复的话呢 就按它一下 如果按它一下呢 在VBA里面的程式 就是直接把这个 这一行 直接复制到底下就可以 好 程式写完了 所以我们可以试试看 当然我们一样 筛选 这三班 一班的话 也就过来了 但是一样的问题 如果二班 变成call过来就是这还在 怎么办 再来就是在第一行的地方 把刚刚这个 这个范围的资料先清除 这样子就搞定了 OK 所以如果这样子清除 OK 那就完成我们要的结果 而且其实跑的会更快 因为筛选有时候 不像那个 我们逐个逐个比对 它是大范围一次的 所以如果你假设你希望效率高 那我是推荐 你可以用Auto filter 加上点Copy 这两行其实相当好用 这两行其实可以变换出非常多的效 像之前我们黑名单筛选 就是用这两行 各位可以回头看一下黑名单筛选 或者未来你要写一个查询程式 查询系统 其实这两行也就够了 只是说你要怎么样巧妙的去使用 当然我讲过程式 并没有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的写法 其实当然我们尽可能像 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么多方法 主要就是说我不断去尝试 然后去尽量找出哪一些方法 是第一个最简短 第二个是最有效率的 OK 那当然你这必须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去揣摩 当然可能遇到 这个网路上有什么样的方法 就把它记一下 或者经常去阅读 找一些书籍 但我还蛮喜欢去看一些其他作者的书籍 只是说当然 我们发现有的书籍是写得很好 但是不够精简 因为其实很简单的东西 它变成写得洋洋洒洒的 所以对一般人来说 其实都是障碍 他想说我只是要这么简单的东西 可是你却给我这么多 那我怎么去理解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做完了 就是利用筛选的部分 就可以快速玩 但最后其实 可能还是有同意说 老师那这个地方还有个问题 就是它会闪动 不过好像没有那么严重 如果你会care说 它会闪动的话 那其实你一样可以 再加上今天有讲到的 application.screenupdating 把那个updating的画面更新关闭 那这样第一个它跑得更快 所以以后我建议 你可以试着在这个地方 拿这个来再写一个什么 查询系统 都没有问题 其实我在其他地方 也有讲过类似查询系统 其实VPA能做的事情 真的远比你想象的都还多很多 无论是我们今天有提到爬虫 其实爬虫其实水非常深的 我们只是利用它很简单的一个部分 当然我在进阶课程 其实也有提到爬虫不是只有那个query table而已 其实还有很多 甚至我讲到可以呼叫像IE浏览器 用浏览器 只要浏览器上面抓得到资料 全部都可以把它抓下来 但是还是蛮复杂的 因为有些地方可能你还是需要懂HTML 才有办法把它完成 所以刚刚讲的部分 我看一下方法2 方法2这边我有提到.copy 但是我没有提到有关那个 叫新增工作表等等的 那也许各位可以把它记一下 这个方式的话我是延伸 那个黑名单筛选的部分 而来的 那因为这一期的课程 其实这个时间过得很快 很快就到了尾声 那因为今天最终是上课了 所以我建议各位可以 如果你希望这些资料都保留下来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自己再备份一下 另外的话 这个云端这个上面 这个论坛上面的 记得今天还要 记得要签个到 另外的话 云端这个论坛里面 这边的这个 所有课程也 还是会放一段时间 但我不敢保证它永远会存在 所以如果你想要 继续保有这些上课的影片的话 也许啦 你就可以看自行备份或怎么样 那尽可能的 当然今天也许是 这个上课最后一次的结束 但我是建议 如果你假如对这些东西 还不够纯熟的同学 也许是另外一个开始 就是从头再把它复习过 OK 那如果遇到问题的话 我们影片下方也都可以留言 你可以随时发问 OK 那最后的话 不晓得 同学还有没有 就是有没有问题要提的 像嘉宏 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地方要 不太了解的 对对对 其实这个是很花时间的啦 对 需要时间去消化吧 嘿 对 对 或者是说 你们比较好的方式就是 最好是就是 或者没有给我 然后没有给我 最好是 有没有 比较具体的 档案啊 或者画面 像你上次给我画面 我一看就知道了 因为你好像本来是写 写一串文字 我看半天 我说真的我不太了解 那你后来给我画面 我就知道原来你是要这个东西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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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会比较知道 而且 可以马上回应你这样子 OK OK 别别别别 其他同学开他有没有问题 我的email 其实我每一次寄信给你们啊 比如说每次客户不是都会发那个 YouTube的连结吗 那个就是我的email信箱啊 嘿嘿嘿 OKOK 好 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在用mail跟我联系 也OK啊 没问题啊 不不不 OK 其他同学还没有问题的 可是我还有一点小问题 是是是 就是老师之前有交关的日记还是对啊 就是每次开设 它都会是一种整齐 那你们合法就是这样 它是做一些整齐 然后呢 下这个交关系 对 对 哦 你说那个today 或者now 那你就要把里面 里面的资料 直接把它变成直啦 你不能不能就是 复制为直就好了 它就不会更新的 你不能用函数 函数它每次都会更新 对 复制贴上为直 它就固定了 OK 是 如果我找到其他的治療 但是就是 就是如果 我刚好 刚好对这个做了一个研究 要提 原刀下去 对 然后 然后 在下一个开头 我不敢要提 它 对 这样的话 有别的办法 这样的话 就我刚刚讲的 就是你 你就变成说 你要把它里面 它的 或者用today 然后取的时候 用today的函数 把它再抓到另外一个 储存格 就不能说 用 你只要用today或now 它一定会更新 对 对 OK 对 对 好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这一期课程 就先到这里 然后之后的话 反正我影片还会再放 那请各位就是 随时再去做复习吧 OK 那不然我们 今天就先到这里 OK 好 那各位晚安 OK 晚安 OK 拜拜 拜拜 拜拜